这是一座乔治时期复兴时的建筑 楼后面的两棵橡树高大挺拔 双向远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双向远当然历史意义对中华民国非常重要 尤其是对美外交来说 我们非常庆幸 我们当时外交界的长官们 他们有这个远见买下了这一块地 主楼的屋内保留了这一块地 刺洗太后御用的家居 及价值连城的古董 数十年来 双向远内举办过各种活动 接待了数不清的中外贵宾 到了双向远 看到国旗 看到政府的官员 就好像一回到家一样 很有亲切感 厚厚的签名簿上 留下了他们到访的痕迹 双向远像一个传奇 像一个梦想 像一个理想的禁止 1979年 风云突变 中美断交 为使双向远免于落入中共之手 临时出售给美国一民间组织 随着台湾关系法的生效 命运多舛的双向远 几经波折 终于三年后回归中华民国政府 五月 美国首都华府龙州赛 平时藏于双向远的龙州 齐齐下水 波多马克和千人禁忌 万人侦探 风风雨雨 中华民国 走过了99年 明年是中华民国建国的 100周年 我们要世界看到台湾 更希望台湾看到未来